哈喽朋友们早上好呀 我现在要煮早点了 现在刚起来 脸还有一点肿 等一下吃了早点 我要去外面走路了 昨天晚上就下了一碗的雨 下午的时候还下了冰雹 这两天是我们这里最冷的 因为要过年了 然后不知道怎么 就是因为天气变化 温度很低 昨天我买了点那个米线 今天早上我煮米线吃 面条已经吃三天了 不想再吃面条了 昨天买了一块钱的米线 这些是我今天早上煮 那个米线的那些料 就是肉酱 还有辣椒油 酱油 还有盐味精 本来应该还要有韭菜 葱之类的 但是因为这里条件有限 昨天又碗子拿了 所以就随便煮一点吃 不然到时候又肚子饿了 到吃饭去 那天去那个精品店买的存钱馆 我也带到公司 这些是我的零食区 都是一些什么红糖之类的 这是我同事给我的那个火鸡面 下面是他给我的上面是我买的 还有牛奶 还有那个可乐 还有那个奶茶 像喝点水 这两天差不多要过年了 我们的那个工作也快结束了 所以不太忙 出去走路可以多走一会儿 走一个小时再回来 也才八点过二十 因为我们八点半上班 然后就坐在办公室里面 这段时间基本上没什么事了 有时的话也是过了年以后 那我的水烧开了 要过去煮早点了 把这些米线先倒进去 半点酱油 要是有点韭菜就好了 还有这个肉酱 最多还可以吃两次 这是我同事从家里面炒来给我的 还有辣椒油 现在就是少了那个 那个韭菜 如果有那个酸的腌菜也好 还有那个葱 昨天我已经本来已经收好了 但袜子也带过来 放点味精 其实煮米线最简单了 放点这个盐就可以了 等一下一开就可以吃了 米线煮好了 就是差了点那个韭菜 不过还好 有那个肉酱 如果没有肉酱就更不好吃了 我在公司里面条件有限 只能随便煮一点了 我开吃了 现在我吃的早点 基本上都是自己煮 前两年就不懂事 浪费钱 经常都是在外面吃 一网米线也跟这个差不多 就是七八块钱 现在买一块钱的 然后自己拿点料 也才一块多 自己做的也还比较干净 外面吃的 那个就是卫生 有的时候就达不到 因为我们这里 多数就是早点都是 米线卷粉面条 有时候实在不想吃 就吃包子 我一般如果实在想吃包子的话 就叫我同事帮我买 一般都是自己煮 看看味道好不好 还可以 成本比较低 自己做的话 吃着也放心 现在主要是疫情吧 去外面吃 也不太安全 多数早点铺都没原来的生意好了 我们这里还好 但还有好多地方 还是都是在家里自己做了 好像差点盐 不过管它了 少吃点盐 因为我血压高 盐不能吃太多 好了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 等一下吃了后 收拾桃 换一下 以鼓胶出去走路了 现在天都还黑点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拜拜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